这期继续分享昆仑第三十篇 这是王俭的第一次生死流转 此时的他已经儿孙满堂 甚至前面几个儿子已经年迈去世 庞大的家族 天文数字的遗产 别说是留给一个莫名其妙的私生子了 就是明知道王化云是王俭的化身 儿孙们也会争个你死我活 都说帝王家无情 豪门也半斤八两 财富面前 什么父子夫妻兄弟感情 全都淡如水薄如纸 王化云夺赦成功 南培臣的部分记忆和他融为一体 互通回路 他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这不心躯体 在这个期间 他的姨太太和儿孙们 发起了一次次争夺遗产的战争 明枪案件纷至他来 活了一百多岁的王化云 见招拆招 在私人医生和律师的配合下 将这些不孝儿孙打得落花流水 和老狐狸玩心计 甭管黑的白的都赢不了 不管是请律师打遗产官司 还是找大圈帮绑架暗杀 他都溜得很 除了金刚怒目 他还有菩萨低眉 恩威病师 终于得到王家子孙的敬畏 也正是这个时间段 王化云开始利用高科技 制造下一批议题 以王俭的认知水平 是不会想到克隆技术的 而融合了南培臣部分记忆的 王化云有了这种意识 王俭的百年老朽躯体 肯定是不堪使用 南培臣60岁的身体 也只是勉强 他在香港找到了 当年青海一起服刑的废天来 花言巧语说服了他 为自己造了两个克隆后代 但他不知道的是 废天来将最后一个 不合格的胚胎带走了 在距离香港万里之遥的 戈壁荒城德令哈 胚胎送给了一对 已经生了三个女儿 做梦都想要儿子的夫妇 化名王天来的赤脚医生 还将一个弃婴送给了这对夫妇 然后试了服医去 十个月后 一个男婴诞生在昆仑山下 那时候 刘金山和崔素娥正在赶往新疆石棉花 父亲欣喜若狂 将儿子取名为昆仑 数年后 王化云的两个儿子 王海明和王海聪 被送往英国读书 刘昆仑随父母来到 近江郊外的大垃圾场生活 林海英和单亲妈妈林蕊 相依为命 在重点小学读书 又过了十年 古兮之年的王化云身体欠佳 体检发现心脏冠状动脉攻血不足 双肾受损 按理说 养尊处优的老王 不应该出现这些问题 请了专家组化验了老王经常服用的各种营养品 发现他经常服用的冬虫下草 就是致病因素 这些冬虫下草 即便全是真的 也会重金属超标 因为人类发展得太快 全球已经没有污染死角 连南极企鹅体内都能检测出农药残留 何况青藏高原上的冬虫下草 王化云决定启用辈分 这时候 他的事业正在稳健上升 香港回归 大英帝国日暮西山 祖国日益强大 香港富商是中央大力统战的对象 老王更是搭上了某位前途无量的石游戏领导 所以这个档口不适合临阵换将 毕竟一个十来岁的少年 无法担当大任 一旦换人 可能事业全面倒退 所以他采用了只更换器官的方案 一旦失败 还有第二个背品 可用王海明 就是这样被拆散的 老王先使忌 让他以为自己得了病 推进手术室之后 就再没有出来 一颗年轻的心脏 两个肾脏 以及其他能换的 全都换了 连全身的血液 都换了一个变 更换了灵不见的王化云 如脱胎换骨 所有的脏气 都不会有排异反应 因为那就是克隆于自身的产物 老王焕发 那第二春 但出于遗产继承方面的考虑 他没有再娶妻生子 反正自己是永生的 这么多家产 不需要稀释给其他人灵 也许是良心发现 也许是内心深处 还残留有南培臣的些许意识 王化云对留在大陆的私生女很是照顾 恰逢林海英高考失败 她出面帮了一把 女儿在北京的日子里 这个名不负实的父亲 对她宠爱有加 算了补偿了南培臣一些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由昆仑横空出世 王化云凭空多了一个辈分 王海聪应该是在2008年时 因为某个偶然的机会 得知孪生哥哥的死因 和所谓父亲的真面目 绝望无助的他 没有选择逃亡和反抗 而是皈依了修罗慧 寄希望于转世投胎 所以才会在圣诞夜嫁机夜奔北海 宁愿毁掉身躯 也不愿意成为备件仓库 来龙去脉就是这般 时间转眼到了出发点 又回到北京郊外的度假山庄 会议室改成的手术室内 战斗还在继续 双方如同战场上 厮杀肉搏的士兵一般 纠缠在一起 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横 在彼此咽喉之间 谁的力量更大 谁就是胜利者 突然之间 刘昆仑和王海坤同时醒来 睁开眼睛 彼此看着对方久久不语 谁也没料到这种局面出现 麦君豪停止念经 手足无措 外面的机语钱也愣了 因为时间太短促了 麦君豪念了不过一分钟的经而已 这就完了 难道不应该是老王占据新躯体 刘昆仑魂飞魄散吗 怎么两个人都醒了 他没注意到 屏幕上脑电波图 突然有极大幅度的波动 大大超出了显示值 但只有一瞬间 而且超出机器显示能力 所以 谁也无法发觉 醒来的两个人 脑波形成回路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人 一个混合了南培辰和刘昆仑记忆的一分为二的人 虽然躯体是两句 但灵魂是统一的 而刚才还混战厮杀的王俭王化云王海坤的那部分 在被干掉之前 突然烟消云散 被彻底驱除了 刘昆仑重回自己的身躯 有种久违的感觉 眼前坐着年轻的昆仑 那也是他自己 一个灵魂掌握两具躯体的感觉 非常奇妙 双方的全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都是共享的 心思也是步调一致 麦君豪凑上来低声问 搞定没 刘昆仑缓缓摇头 低声说 我们走 麦君豪不再多说 将主人扶上轮椅离开现场 门外马军舰接过轮椅 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小剑哥 刘昆仑喊了他一声 饱含深情 他终于换回了自己的身躯 拿回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没有任何损失 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但依然要装出淡然甚至有些傲丧的神态 以防穿帮 马军舰并未察觉任何不妥 快速推着老板离开 另一方面 昆仑也离开了手术室 李明等人围上来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是苦笑一下 摇摇头 幻魂失败 这也在意料之中 但给予钱并不吃亏 他已经从王海坤那里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此时也上前慰问一番 对行动失败表示遗憾 没关系 还有机会 机与钱说 大概没有下次了 昆仑说 大踏步的走了 团队其他人跟上他的步伐 冯愿问 现在去哪儿 回家 团圆 昆仑说 在去机场的路上 昆仑的车队追上了王海坤的车队 两边并驾齐驱 在超车的瞬间 昆仑向右看去 那边劳斯莱斯的后窗帘拉开 露出王海坤的面目 缓缓伸出手 挑起一个大拇指 他在夸赞闷 还是在挑衅 简爱很纳闷 他在示好 昆仑说 这可不像是老板的做派 李明说 他这么急去机场干什么 难道是回瑞士 也许顺路 昆仑说 首都机场 两架弯流一前一后起飞 目的地都是晋江 甚至在空中飞行时 两架飞机彼此都能肉眼看到 两小时后相继降落在晋江玉坛机场 马军舰问老板 下榻在哪儿 金天鹅大酒店吧 王海坤说 他决定继续使用这个名字 直到彻底安全 与此同时 昆仑也让人在金天鹅大酒店定了房间 两队人马在金天鹅大酒店又碰面了 鉴于之前的种种摩擦 空气中有些火药味 让前来迎接贵宾的陆刚都有些尴尬 昆仑走上前去 马军舰下意识拦住去路 却听王海坤说 没关系 让他过来 然后昆仑握住了轮椅的把手 推着自己的名义上的父亲进入了酒店大堂 两边人马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对父子不是互相看不惯吗 怎么突然之间父慈子笑了 李明向简爱和逢愿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意思是搞定了 但谁搞定谁还不好说 只有维康爽朗一笑 拍拍李明的肩膀 意思是放心吧 两边人马包下整整一层酒店 然后马不停蹄去医院探望病人 昆仑探春酒 王海坤探苏晴 至于孩子们 因为第二天要高考 为了不引起心理上的巨大波动 就没惊动他们 王海坤坐着轮椅来到苏晴病床前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就是他的妻子 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的发妻 更是他的初恋 植物人形态的苏晴 双目紧闭 完全没有意识 而就在同一家医院里 春酒也是这副样子 刘昆仑的心在滴血 他拿回了自己的身躯和身份 可是却对爱人的病痛无能为力 既然灵魂可以出窍 可以神游 可以流转 那么春酒和苏晴一定有救 美国 亚利桑那州的冷冻仓库 其中一个低温胶囊在解冻中 同样在亚利桑那州 有着著名的戴维斯 蒙森空军基地 这里干燥少雨 地表坚硬结实 沙漠上停着5000架退役的美军飞机 所以被称作飞机坟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飞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报废 稍加维护之后就能重回蓝天 一旦全面战争来临 现已飞机消耗殆尽之后 这里储备的战机就能派上用场 冷冻尸体仓库和飞机坟场是一个道理 这处机构最早是由有着人体冷冻之父称呼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 艾亭格创建的 但是艾亭格毕生都没复活过一个人 他本人也于2015年去世 享年92岁 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其冷冻在低温胶囊中 而此时的冷冻仓库已经被一个中国人收购 此人的名字叫做王海坤 在王海坤附近进行生死流转之前 他就设置了一系列的自动启动程序 冷库位于荒郊野外 全封闭自动化管理 连个人都没有 一切都是电脑启动 机器人执行 在那场持续了150年的战斗之后 其中一个低温胶囊开始解冻 一个赤裸的 苍老的人逐渐从冷冻中苏醒过来 但这并不能叫做复活 因为这具躯体本来就没死 它虽然年迈 但机体脏气还能再维持很久 冷冻起来的原因 和飞机坟场那些完好当过时的飞机一样 仅仅是因为落伍了 现在 落伍的飞机重新回到了跑道上 落败的灵魂回到了 它曾经占据许久的躯体内 已经去世的王化云复活了 罗伯特 爱廷格一直在去世之前 都在完善冷酷的设备 事实上 它已经在硬件方面做到极致 唯一无法解决的技术瓶颈 是灵魂的散失问题 一个人死了 它的魂魄就没了 无法重回躯体 事实上 爱廷格曾经复活过一个人 但那个实验失败了 因为活过来的只是机体 没有意识 和植物人没区别 所以意义不大 王化云张开眼睛 重新打亮着这个世界 到处是冷冰冰的金属惨白色 环绕身体的液氮褪去 逐渐升温 机器手给它注射了强心针 此刻它无法掌控自己的躯体 如同严重冻伤的病人那样 肢体麻木 感觉全无 冰冷了二十年的躯体 要全面复苏需要时间 但从这具身躯的心跳 重新开始的那一刻起 老王遍布全球的预案也启动了 又是新的一天 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来临了 数人中学的高三学生们 提前三天就放假回家放松备战 十二年的苦读 就是为了今天的决战 最近十余年来 一直有人鼓吹素质教育 取缔高考 幸而也有一些人坚持高考制度 因为只有这样的应试教育的高考 才能让穷人的孩子 不至于输的那么惨 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性 阶层的流动性 穆兹塔格是标准的穷人家孩子 即便是春酒最能挣钱的时候 也不过是正得起早贪黑的辛苦钱 所以他一直以来 对俩孩子的教育抓得很严 两个孩子也不负众望 学习出类拔萃 高考手到勤来 事实上他俩之前谢绝了学校的 宝宋名额 坚持自己考 第一志愿填的都是北青 王羲之也出现在考场上 他本来是不需要和万马千军 一起挤这座独木桥的 他的人生道路早已安排得妥妥当当 要么直接出国上滕校 要么家里安排一流国内大学的名额 根本不需要高考成绩 但是各种意外导致家境遗落千丈 他只能走上这条路 其他的考生都有父母送考 募资塔格和王羲之却没有 他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孩子 注定要独自奔跑 第一天的考试结束后 王羲之走出考场 远处一辆保姆车内 王海坤笑吟吟 看着儿子的背影 问马军剑 小剑哥 你不是说找不着人的吗 马军剑无言以对 因为王羲之就是在他的配合下才藏得那么巧妙 连调查部都找不到下落 他并不知道任何真相 这个粗鲁的汉子仅仅是处于同情心和第六感 觉得老板会对这个孩子不利 虽然自己是老板的手下 但和苏家也有感情 所以他才这样做 如今老板亲自来了进江 再也瞒不住了 马军剑低头认错 王海坤却并不责怪他 说走吧 明天再来接他 马军剑惊出一身冷汗来 即便如他这般迟钝 也发觉老板似乎转性了 这是个好兆头 昆仑回家之后 第一时间见了四姐 刘一蒙是特地赶回陪两个孩子高考的 他和昆仑进行了一番交流 得知了度假山庄发生的全部情况 先将弟弟一通骂 责怪他不该贸然行事 然后提出一个问题 王俭又是谁 据你所说 阿鬼仔只是一个没文化的九龙少年 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变得心狠手辣 长袖上午 要知道那可是北京 是帝国的首都 古代人可不像现代人这样 从小接受普通话教育 一个月人即便是读书人 也不可能这么迅速学会北京观化 也不可能毫无瑕疵地取代一个举人 昆仑身以为然 阿鬼仔变成王俭的过程是个谜 只有解开这个谜中谜 才能获取灵魂转世的秘密 才能救活春酒和苏情 查找王俭的身世 需要历史学家的帮忙 但是历史上的王俭 只是广东三水一个普通举子 寒门出身 史书上对其家庭根本没有任何记载 阿鬼仔顶替身份后 也从未去过三水 以这个角度展开调查的可能性等于零 除非能再次踏入历史 昆仑戏言道 隔了一日 高考结束 考场外 家长们翘首以盼 一辆保姆车停在禁区内 交警非但没有上前贴条 反而在四周维持秩序 王海坤继承了王化云的部分政治遗产 算得上是妥妥的权贵阶层 竟将是政府还指望他的投资呢 三个孩子在同一个考场 站在外面迎候他们的是昆仑哥哥 高挑的身量鹤立鸡群一般 人孩子一眼就看到他 一溜烟跑过来 簇拥在他身旁 欢欣鼓舞 走 我带你们去见一个人 昆仑并不问考得怎么样 孩子们成绩优秀 量也不会考杂 再说 即便考杂 还有跌兜底呢 人孩子跟着昆仑上了保姆车 王羲之一眼看到轮椅上的王海坤 下意识就想逃跑 却被马军舰拦住去路 昆仑也以眼神鼓励他 没事 穆兹塔格看着轮椅上的男人 这个中年男人气色很好 眉眼和王羲之酷似 一看就知道是他爹 传说中的王海坤 奶奶的五儿子 姑姑的弟弟 妈妈刻骨铭心 却从不提起的那个人 气氛有些紧张 王海坤笑而不语 让昆仑说话 他是孩子们信任的人 这是你们的父亲 他不叫王海坤 他叫刘昆仑 昆仑严肃的说道 和我一样 也叫昆仑 但他是正宗的昆仑 人孩子没说话 王羲之感觉有些异样 因为这个父亲和在瑞士的父亲 确实有些差异 具体差异在何处 自己又说不上来 也许是感觉吧 在瑞士总有一种冷嗖嗖 被监视被控制的感觉 在这儿却如暮春风 考完了 暑假准备去哪儿玩啊 王海坤问道 尽管提要求 爸爸满足你们 是南极北极 还是非洲大草原 就算是上太空 也可以考虑 去医院 陪妈妈 塔格低声说 王海坤的心 顿时沉到谷底 对呀 父亲来了 可母亲还在生死边缘 孩子们哪有心情去放松 想让他们认可自己这个父亲 就必须让春久康复 对王羲之也一样 苏晴的醒来才是关键 还有事 我们走了 塔格说 转身下车 还不忘拉着王羲之 马军舰想阻拦 看老板摆摆手 就闪开了 让三个孩子离开逃出保姆车 三个孩子如是重负 先去医院探望各自的妈妈 然后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他们没有去狂欢放松 而是去了菜市场 将关门已久的昆仑面馆 重新打扫开张 上大学需要钱 虽然家里还有些底子 但没有爹娘的孩子 从今天起 就要踏上社会 直面一切 隔壁卖芥末机的池大姐热心帮忙 对面红生水果的张叔叔 也亲自开车 帮他们进货 看着三个孩子忙里忙外 池大姐悄悄抹了眼泪 对张雪峰说 春酒是个有福的 你看孩子们多懂事啊 将来铁定有大出息 不信我头都揪给你 张雪峰叹口气说我信 可惜我没这个福气 街角的汽车里 王海坤也看到了这一幕 孩子们的自强精神 让他欣慰又心痛 但他不准备插手 只有经历过风雨 才能见到彩虹 18岁的天空 不能只有蓝天白云 暴雨冰雹 能让他们更加快速地成长 忽然电话响了 是律师打来的 说有几笔账款需要支付 但账上似乎没钱了 所有的流动资金都被冻结了 我不是有上千亿的资产吗 王海坤不解 律师向他解释 您的资产 主要分为几个大部分 遍布全球的固定资产 包括庄园森林海滩城堡 以及国际大都市的房产 收藏品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存在各大银行的保险柜里 其余的流动资金 都是交给信托的 现在信托风涨了 提不出钱来 那就把账解开 为什么不可以 是更高级别的授权风的账 那我现在还能动用多少资金 副数 先生 你道欠5843万欧元 呵呵 道欠5000万欧元 欠谁 王海坤问律师 汇丰 兴展 大新 南洋 东亚 华侨永恒 先生 这些都是香港的主流银行 王海坤挂了电话 他已经能猜测出 老妖精采取的什么措施 通过提前签署的 具备更高效力的法律文书 来剥夺自己的财产权 让自己一无所有 还背负大笔债务 这一手不可谓不高明 但是太过常规 对付普通人是杀手锏 对付自己就是徒增孝儿 准备飞机 去香港 王海坤吩咐道 别管老妖精耍的什么花招 自己都会照单全收 以牙还牙 可是问题来了 他的私人飞机合约到期 不再提供服务 这难不倒王海坤 他借用了昆仑的专机 也就是今天俄集团 旗下航司的一架弯流 直接飞往香港 昆仑同机而行 时至今日 虽然没人明说 但昆仑团队的人已经看出 大事已成 此时 占据王海坤身体的 不是老妖怪 而是留昆仑了 至于一个人如何控制两具躯体 他们不知道 也不敢问 专机抵达香港赤辣角新机场 王伴的车队前来迎接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老王欠了5000万欧元 只是毛毛雨而已 哪个大老板不欠银行几十上百亿呀 这根本不影响什么 王伴的保镖们依然忠心耿耿 威风凛凛王海坤的车队驶向港岛 前面有重型摩托车开道 后面是莱斯莱斯和坐满保镖的全尺寸 SUV 车队行驶到青马大桥的时候 一辆无人驾驶的平质出租车 忽然快速超车 与劳斯莱斯平起的时候 引爆了车上的炸弹 爆炸导致青马大桥交通中断 长达12小时 连桥面都被炸出一个大窟窿 可见装药量之足 警方检测了现场 推测自爆汽车里装了起码300公斤 军用级别的高爆炸药 以及大量的钢钉钢珠 这是伊拉克战场 对付美军汉马车的规格 足见刺杀者是真的不想王海坤继续活着了 但被炸死的 只有司机保镖和一个3D打印的假人 老奸巨华的王海坤在机场临时选择乘直升机飞往王俭爵士的半山豪宅 刺客摆了个大乌龙 反而惊动了港府 警务处如临大敌 一己戒备 这是港府开部以来最大的恐怖袭击案件 警务处调遣精兵强将侦破 同时请求中央支持 任何所谓的国际暗杀组织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渣 警方迅速调查出眉目 有人在暗网上下担要王海坤的命 出价很大方 一个国际组织接了单 又转包给更不具备资质的杀手组织 时间仓促 这几个来自中东的家伙 选择了最熟练的方式 用炸美军的办法来炸王海坤 凶手当晚就被抓了 是前些年香港引进的叙利亚难民 从他们嘴里问不出什么来 重点还在于目标人物 香港籍富豪王海坤 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李胜南 亲自来给王海坤做笔录 不久前 李胜南从咨询处主管的位子上 调任刑事及保安处 担任刑事主管 香港的SID都归他管 这也是升任真正一节的必要阶段 每一个岗位都干过 半山王府 这属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 也是建于维多利亚时代 走进前厅 迎面就是王俭爵士的半身铜像 青马大桥爆炸案发生后 警方就派遣了两组G4特工 进驻这里保护王海坤 因为没有任何安全屋 比这里更安全 令人惊讶的是 王海坤竟然和昆仑在一起 对此 他们并未给李胜南解释 紧就案件展开讨论 王海坤面临的麻烦不小 律师所说的他 欠5000万欧元的意思 没那么简单 此前 他以全部资产作为抵押 从汇丰等几家银行 贷款100亿 各种折抵之后还欠5000万 也就是说 王家的资金链已经断裂 而且断得非常奇葩 王海坤继承了父亲和祖父的 大量文物和固定资产 但不久前 王海坤本人和银行签订了一系列奇怪的协议 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 用密码解除协议 那么这些藏在银行金库里的股丸珍宝 就归银行所有 这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怪安排 但却是最有效的 所以这些财宝不能用于拍卖偿还欠款 至于那100亿的款项不知所踪 尽力追查之下 发现是被买成了数字加密货币 密码不知道保存在何处 此外 王海坤又和家族信托基金签了协议 固定时间内不通过密码解锁 账户自动封闭 如果深雇 所有基金归王氏子孙继承 但继承人序列里并没有王羲之和王羲恒 所有这些协议 王海坤本人并不能解除 只有通过密码才可以取消 信托基金的律师会严格执行 各家银行也对这些价值不菲的宝贝垂涎三尺 别管这些协议看起来多么无脑 这都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 王先生是谁在针对您 李盛南问道 他感觉这个案子不简单 或许和科学会刺杀昆仑有相同之处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夺取我的财产 警方只要顺着这个线索查 就能查到 王海坤说 今晚上有空吗 李长官 我请你吃饭 吃饭就不必了 你配合警方的工作 我就很感谢了 李盛南冷冷道 昆仑在一旁暗笑 有一句成语叫做分身乏术 但对于刘昆仑并不适用 他一分为二 王海坤留在香港处理财产官司 昆仑去继续 柴案 花开两朵 各自进行 老妖精临时留的后手 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协议是死的 人是活的 汇丰银行想通过一百亿贷款 吞掉一个百年家族积累的财富 不仅王海坤不会答应 香港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不会答应 王海坤是继承了王化云和王俭两代港商 爱国精神的第三代船人 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慈善家和企业家 并不是可随意欺负的小角色 首先王海坤请了大律师起诉汇丰银行 然后香港财政司长在自家官邸请了几家银行的大班和王海坤做到一起和解 暗示说如果银行方面步步紧逼的话 可能会搞到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银行大班们都不是凡人 一个个拿着英国护照 住在半山豪宅 利益面前 财政司长的面子都可以不给 因为人家站着法律上的制高点 一位总裁荡漾着杯中红酒说道 香港呢 是法治社会 依法治港 金丝眼镜闪着寒光 嘴角勾勒着不屑的笑意 王海坤有些按捺不住了 话没说完 一杯红酒泼到他脸上 王海坤抄起桌上的大型水晶烟灰缸 劈头砸过去 总裁下意识意歪头躲过去了 要不然 这一下夯头上 肯定要见血 干你娘 和老子拽什么词 依着老子年轻时的脾气 一定杀你全家 你老婆经常去哪家美容院做头发 你儿子在哪间学校 读书我全知道 想让我难看 我先让你们倒霉 王海坤忽然暴怒 虽然没伤到人 但这种粗暴的行径 已经让这些斯文人为之颤抖 王海坤发迹之前是什么货色 全香港的人都知道 虽然他极力抹掉自己的黑历史 但事实就是事实 网上的帖子能删除 真相永远在那里 这或是王化云的私生子 在大陆的时候是滚刀肉 杀人犯 年纪轻轻的黑到大亨 劫贪之后 还能力杀四人 全身而退 更是多次和人当街泄斗 历任割喉都死不了的传奇人物 社会底层爬出来的枭雄 而这些银行大亨 都是名校出身的高智商私文人 大家在法律框架下 勾心斗角没问题 玩黑的就相形见处了 揍完了这个总裁 王海坤脸色一变 又笑意盈盈了 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对另外几个大班说 各位 见笑了 最近有人在青马大桥上 放了个大爆竹 想要我的命 所以我心情有点差 总之呢 有人让我不开心 我就让他 让他全家人 永永远远都不开心 或者有人在危难之时帮了我 那我拼了这条命 也要报答他 来 喝酒 大班们勉强喝了这杯酒 纷纷推说 家里有事告辞 那位 被泼了一脸红酒 又差点被烟灰刚开了瓢的大亨 实在气不过 回去之后就报警控诉王海坤殴打自己 如他所说 香港是法治社会 谁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王海坤被警方传讯 经察袭击属实 但犯罪程度极其轻微 交了保释金之后就没事了 反而是这位大亨懊悔不已 招惹了刺头 以后日子可怎么过 在三权衡之下 他选择和解 放弃起诉 王海坤根本没当一回事 这只是 他秀肌肉的手段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 这位被国际杀手组织 列在业务表第一位的目标人物 在香港花天酒地起来 甚至在百年老宅里 开起来派对 邀请了各路名媛显贵 这个做派 一反二十年来 王海坤低调做派 更像是他继承遗产之前的风格 老王在财政司长发飙 以及留宿港姐的花边新闻 刊登在八卦周刊上 那个熟悉的顽固恶哨又回来了 李盛南看到新闻 玩耳一笑 忽然觉得 这嚣张跋扈的做派 似曾相识 美国 洛杉矶郊外的一处 占地颇广的豪宅内 王化云继续卧床休养 他躺了二十年 浑身的骨头都软了 根本站不起来 尚需卧床半年 才能行动如常 身边服侍的人 都是他当年安排的棋子 这些人并不认识他 只是严格按照合同办事 谁也不知道 这个老头子是什么身份 电脑屏幕上 是香港半山王府内的夜宴盛况 那个夺回躯体的人 正在纵情享乐 切断资金链 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 王化云盘点一下自己的底牌 基本上是一把小三小四 拿不出手 看来只能和某些人联手了 王海坤在香港嬉笑怒骂翻江倒海之际 他的分身昆仑 已经来到北京 继续调查王俭的身份 王俭的变化 是在北京公王府里发生的 如今公王府 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级博物馆 5A级景区 昆仑对于历史并不是很了解 所需要一个专家陪同 他先找到了丁家俊 这家伙是研究历史的大拿 但是丁家俊却自签说 对青史并不精通 还需再找一个人来 丁家俊找来的专家 是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的 杨颖教授 听说是大明星昆仑 要游览公王府 杨教授虽然已经是不惑之年 依然欣然前来 两位国内顶尖的专家陪着一个明星前往公王府 他们选择从花园的西洋门进入 正值暑假 游人如知 满园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导游的小旗帜指引下游览玩耍 杨教授说 公王府是1996年开放的 但是一直没什么游客 直到铁齿铜牙纪小兰和流罗锅电视剧热映之后 这儿才成了名圣 这些人可不是奔着公王府来的 他们是奔着和珅来的 大家哈哈大笑 只当是个笑话 继续往南走 王府复立堂皇 占地八十多亩 且慢慢溜达着 本来杨教授以为 只是来充当导游 没想到这位明星 对于公王府的研究还挺深 每隔一会儿就指着一座建筑物说 不是这样的呀 对此 杨教授有解释 公王府历经百年 变化很大 清帝退位之后 公亲王的子孙 把王府抵押出去了 八万银元利滚利 最终成了府人大学的校园 解放后 公王府的归属就更复杂了 花园改成国家机关宿舍 府邸成了艺术师范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附中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等单位 52年还把前面一进四合院拆了盖食堂 60年代空调气场占了花园东部 国管局幼儿园占了西部建筑 到70年代末 里面已经成了大杂院 住了几百户人家 至于原来公王府里的物件 别管是细小的古玩字画 还是大的家具水缸屏风 只要是能移动的 全都被搬走了 现在王府里展出的 基本上都是复制品 昆仑记得当时王俭和福尔曼牧师 住在王府东路靠前的宅子里 于是走过去查看 看到的一排建筑和当年的大有不同 杨教授说这里原先的房子 在70年代因年九世修倒塌了 这些是后来仿建的 见昆仑皱着眉头 在此驻足不前 杨教授怕冷场 给他讲起了公王府的历史 以一座公王府 半部清朝史作为开头 这个大宅子最初是和珅的家 和珅死后成了庆亲王永林的王府 直到咸丰二年才赐给公亲王 成了今天的公王府 和珅跌倒 家庆吃饱 据说和珅抄家的财产 高达八亿两白银 是清朝十五年的收入 这是不切实的 和珅的家产应该在两千万两白银左右 对了 据考证 和珅就是死在这里的 昆仑明显提起了精神 什么 和珅死在自己家里 算是一种优待吧 杨教授说 乾隆死后 嘉庆皇帝就立刻逮捕了和珅 但是为了做出仁慈君主的姿态 还是给了他一些优待处理的 比如囚禁在家 自令自尽得以全尸 和珅自杀的时候 留下一首诗 五十年来梦幻珍 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年水泛寒龙日 任取香烟是后身 所以民间有说说法 说和珅是雍正的妃子马家世的转世 这个故事你们应该听说过 在乾隆还是皇子的时候 与父皇的妃子有些美丽的误会 妃子被赐死 死之前乾隆咬破手指 在妃子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 留作来是相认的评据 后来见到了年轻的和珅 和珅这个人并不是王刚演绎的那样 肥头大耳 而是一个很英俊的帅哥 乾隆认为他是马家世的转世 所以才宠爱有家 你们扎墨一下诗的前两句 是不是这个意思 五十年来梦幻珍 今朝撒手谢红尘 丁家俊念了一遍 和珅死的时候五十岁 他的意思是说 这五十年过得如梦似幻 没有遗憾 他年水饭寒龙日 认取香烟是后申 杨教授接着念道 后半却的解释比较多 一般认为是和珅的诅咒 一旦他转世成功 就会祸害爱新觉罗家族 所以民间传说和珅转世成了慈禧太后 把大清朝给葬送了 当然这些只是增添乐趣的故事罢了 这里大概是公王府里最没有价值的部分 但昆仑却依然不愿意离开 他问 和珅死后 这里做什么用了 杨教授说 和珅被赐死之后 嘉庆把和地的西半部分赏给了他弟弟庆王 这是东进 依然归和珅的儿子封申因德居住 这是因为封申因德是驸马 所以未被珠连 当公主死后 这半部分也成了庆王府 昆仑道西一口凉气 公主家里有凶宅啊 他不料得慌 杨教授笑道 你对王府的大小概念可能还不清楚 公王府有六万平米 公主永远也不会经过此地 凶宅一说不成立 最多是凶屋 最是无情帝王家 那个王府里没死过人啊 而且死得都挺惨 悬梁的 跳井的 文井的 就是故宫里 也不乏发生过惨案的宫殿 不忌讳的 最多让仆人住 或者当客房 对 1890年时 这里就是客房 昆仑说 宫亲王的客人住在此间 我想 就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 杨教授和丁家俊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也没往心里去 游览完公王府已经到了饭点 昆仑宴请两位学者 送走了杨教授之后 才和丁家俊探讨起来 我知道可能比较惊悚 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 他是和身转世 昆仑说 丁家俊是一个学者 博览群书 涉猎颇广 虽然年纪轻轻 已经有了两脚疏除的美誉 越是懂得多 越知道敬畏 这个世界上 未解之谜太多了 丁家俊本人 就是史家俊的转世投胎 所以 他对这个假设是认可的 但假设可以大胆 求证必须小心 和珅本人的身世历史上 记载得很清楚 但是他的所谓前世马家世 就没那么多资料可查了 其实马家世 是谁并不重要 因为很可能每个人 都有无数个前世 通过正常的转世投胎之后 会遗忘前世的身份 也就是所谓的孟婆汤 和珅擅长理财和贪污 马家世是一介女流 而且入宫为妃 没有太多施展经济才能的空间 但王俊就很好地 继承了和珅的才能 短短时间集聚了大量财富 王化云阶段 王氏财团的财产 又借着香港房地产迅速膨胀 王海坤阶段 世界局势变化很大 这个阶段财富没有缩水 也很见功利了 从这方面来说 确实有可能是和珅 那么和珅是怎么做到频频转世的呢 丁家俊说 自己对清识一知半解 实际上是自谦的说法 他只是没那么精砖而已 但对于和珅这个人还是蛮了解的 和珅在乾隆朝做到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而乾隆时期 西方列强已经开始接触这个东方帝国 作为皇帝最宠爱的大臣 他有机会 有能力获取任何想要的资料 比如藏在拉萨宫殿里的佛经 西方使者进宪的卷轴宝物等 王俭眉心有眉珠沙智 丁家俊突然问道 远在香港的王海坤 正在陪朋友 在自家府邸宴隐 他和昆仑回路互通 双方共享信息 听到丁家俊的发问 他立刻查看了家里墙上悬挂的 王俭照片和油画 还有门口那个半身铜像 确定没有任何印记 没有 昆仑告诉丁家俊 也对 阿鬼仔是一瞬间被夺舍的 和珅的灵魂一直没走 就藏在公王府的那间屋里 他在那间屋里被刺死 灵魂折服了九十年 终于遇到一个来自香港的一体 也许阿鬼仔的出事 也是和珅活着的时候安排的 以他的智慧 不可能预料不到 乾隆皇帝驾崩之后自己的结局 要知道乾隆死的时候和珅才四十九岁 年富力强 还能活很久 他不可能束手待毙 也不可能逃亡 更不可能造反 除了死 就只有一条路 让自己以另外的方式活下去 昆仑完善了丁家俊的设想 可惜没有时光机器 不能回去调查得清楚 丁家俊扼腕叹息 人类灵魂转世的秘密 似乎就在眼前了 可惜时间是我们无法跨越的鸿沟 对了 你是怎么想起来参观公王府的 你又是怎么知道 那一排倒塌的房子 曾经是王俭住过的 莫非 我去过历史中 昆仑说 以神游的方式 一百五十年谈指一挥间 丁家俊恍然大悟 其实那场失败的转换 已经定了输赢 给我讲讲历史是个什么样子 昆仑便将那日双方缠斗 一百五十年的故事 讲给他听 一百五十年 在历史长河中 只是一个瞬间 清末已经有了照相技术 史料详实 倒也没什么太稀罕的新发现 丁家俊对于灵魂能够穿越时空 比较感兴趣 他分析道 这么看来 灵魂是没有质量的 我们知道 时间专属于有质量的物体 没有质量的物体 将以光速运动 所以没人看得到灵魂 那是思维空间里的概念 刘昆仑对这个玄傲的问题 没有什么发言权 他更关心对羊皮精卷的破译 于是问丁家俊 又有什么新发现 可是丁博士忽然变得吞吞吐吐起来 你说 你和我关系铁 还是和鸡总铁 丁家俊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们不一样 你是单纯的科学家 他的身份比较多元 我也看不透他 昆仑据实已告 丁家俊终于说了实话 我怀疑他给我的所谓 从学野胡挖掘到的残卷是假的 是找人编造的 因为行文有问题 古象熊文字研究者很少 也没有真正的权威 包括我在内 在他给我的残卷中 我发现了一个语法错误 这只能是出自另一个研究 古象熊文字学者的手笔 这个细微的瑕疵 几乎不会被发现 很不幸 我这个人对学术是钻牛角尖的 丁家俊的话 证实了刘昆仑的猜想 姬雨前和老妖精 达成了某种协议 把自己出卖了 对此他并不愤怒 甚至都不惊讶 姬雨前这个人并不单纯 他的身份比老妖精还要复杂 既是企业家 又是科学家 是全球顶级富豪 是人类发展的领军者 他不是一个自私的小人 但也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 不能简单以二元论的眼光 看这个人 我有些不明白 那现在王海坤是谁 是你还是老妖精 在掌控 丁家俊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你听说过分身吗 昆仑说 丁家俊瞄懂 他提出另一个问题 这么说你已经拿回自己的身体 那老妖精留下的记忆 你应该能够同步了 就像当初 他能够同步你的记忆一样 昆仑说 不 我举个例子 这就像是打仗 夺射属于攻占城池 强行占领 所以会俘虏一些对方的士兵 这些俘虏 就是对方的肌肉记忆 表层记忆等 而刚发生的这一次战争 属于双方都从自己的城池中出来 打的是野地浪战 对方战败逃走 城池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剩下 丁家俊若有所思 昆仑在北京和丁家俊的交流 王海坤在香港同步接收 老妖精给他不下的这些局 看似缓缓紧扣 令人窒息 但是如同猪网 一扯就破 根本够不成威胁 不就是区区一百亿打了水漂吗 他一个电话就能化解积予钱的出卖 作为主体的刘昆仑早有察觉 只是不愿意点破罢了 有时候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变量 就像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样 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朋友 虽然积予钱出卖了自己一次 依然可以合作 一百亿就找他要了 未来科技作为全球排名前十的高科技企业 现金流充足到 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 积予钱为了花钱 甚至投资了火星探险 那可是烧钱的领域 几百个亿随随便便砸进去 见不到水花 区区一百亿港元 对他来说毛毛雨 除了积予钱这个势币会帮忙的外援 王海坤还盘点了老妖精 给自己留下的遗产 虽然这二十年的记忆是空白 但他继承了这个身份 就像一个穿越者到古代当了皇帝 只要不蠢 徐徐经营 是不会被人推翻的 老王并没有把这条路堵死 所以 刘昆仑就是王海坤 无人撼动的王室财团董事长 香港旺族王家的族长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他可以为所欲为 最近香港的主流媒体上 全是王海坤的身影 这个瘸富豪仿佛变了个人一样 竟出没额子 与不惊人死不休 他先是捐了一车的文物给博物馆 又拿出一亿港币捐给慈善组织 随即又是一记重拳 震惊了全港 王室财团提前放风 要在香港会展中心召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重大决定 到了发布会当天 记者云集 其中相当比例是余记 发布会现场 人头攒动 摄影机几十台 讲台上更是摆满了话筒 风云人物王海坤 自己驱动电动轮椅登台 下面一片掌声 快门声响成一片 十几个手机在进行现场直播 下面记者们交头接耳 笑语盈盈 最近王海坤的花边新闻很多 这回怕不是要宣布婚讯吧 这个老花花公子低调了很久 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了 王海坤有备而来 他是做了PPT的 而且第一句话就镇住了全场观众 香港有800万人口 其中150万是贫困人口 未来科技制造的虚拟屏幕上 出现了维多利亚湾的夜景 香港的高楼大厦 繁华的夜市 忙碌的赤辣角机场 会展中心上空紫金花旗帜飘扬 在香港 不是靠努力就能翻身的 如果你是有钱人 你会更有钱 如果你是一个穷人 你只会更穷 仅仅是衣食住行中的住 就消耗掉年轻人一生的努力 虚拟屏幕上出现了香港全途 若干快大片的土地被光标化出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那么我们是没有足够的土地吗 并不是 香港有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用于建设的只有四分之一 一方面是人民挤在狭小的龙屋内狗活 一方面是的大片岛屿 郊野公园和农地 棕地空闲着 有人说农地是私人财产 郊野公园是生态绿地 争地牵扯到无穷无尽的法律程序 OK 我承认你说得对 political correctness 记者们面面相去 这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有记者实在忍不住了 举手提问 王先生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 你开发布会就是说这个吗 王海坤说 当然不是 我想问你们 知道全港囤积土地最多的人是谁吗 李超人 有人抢答 对 李超人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商 但我们王家也不弱 王室财团掌握的农地 丁屋和宗地 不亚于李超人 这才是我开发布会的原因 我再次宣布 将财团名下的全部香港土地 开发成公共房屋 供买不起房的穷人居住 一片哗然 记者们炸窝了 到底是我们疯了 还是王海坤疯了 这么多土地 多少亿的财富啊 拿出来建工屋 什么脑回路 这还不算完 王海坤接着说 王室在九龙在香港岛 还有不下百状工业大厦 和居住楼宇 我将全部拿出来 以低于市价八成的价格 租给那些刚毕业的 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居住 为他们展翅翱翔住一把力 不光记者们疯了 直播线上几万个无所事事 看八卦的师奶们也疯了 钻石王老五 本来浑身上下闪烁着 钻石和黄金的光辉 现在闪耀的是伟大人格的光芒 这么多的土地和房屋 价值难以估量 在线人数在急剧增加 全港各大电视台 紧急加入直播 连铜锣湾繁华街道上的广告牌 也切换成直播 无数人驻足观看 还有第三 我居住的祖屋 将会捐献出来做博物馆 王海坤接着说 有记者问 做什么博物馆 还没想好 但是有一点确定 是一所面对小朋友的博物馆 又有记者问 王先生 请问是什么使得您做出 捐献所有财产的决定 王海坤说 我并没有说捐献 只是说拿出来造工屋 王室财团发迹于内地 壮大于香港 我们祖孙三代人 赚了天文数字的钱 这些土地躺在那里 我不觉得是财富 只有真正用在人民身上 才算财富 香港这些年来发展得不好 我很痛心 我爱香港 我不想让香港变成萧条港 所以这样做 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相信家父和先祖在天之灵 一定会支持我的 掌声雷动 此举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暂时不考虑 光是这种勇气 就足以让人敬佩到五体投地 发布会的最后 王海坤说了一句话 阵笼发聩 他坐在轮椅上 拿着话筒 平静地使用粤语说香港 恩系李家族城 香港 系香港人民城 再次掌声雷动 记者们手都拍红了 太有种了 一个人单挑香港权贵阶层 如此巨量的土地上市 必然会给香港房地产业带来崩盘 第二天 估计股市会大跳水 地产股领跌 如果计划真的实行 全港变态畸形的房价和租金 都会有距大幅度的下跌 王海坤不但成为权贵们的眼中钉 也会成为有房子的中产阶级的肉中刺 似乎觉得不够过瘾 王海坤又竖起中指 骂了一句脏话 Fuck political correctness 发布会结束后没多久 地下赌博公司就开了盘 赌王海坤啥时候死 美国洛杉矶 王化云躺在病榻上看了直播 气得脑一血都犯了 尤其当他听到王海坤说什么家父和先祖在天之灵 也会支持我时 更气地发抖 这家伙再向自己示威 两世为人积累的财富 他就这么见卖出去 一时间 王化云受到的打击 比躯体 被夺还要重 医生测量了他的血压 赶紧给吊上了吊瓶 当晚 一则小道消息不静而走 谣传王海坤要竞选下一任特首 当夜 王海坤成为新闻焦点 苹果日报 明报 一周刊 翡翠台 明珠台 纷纷大张旗鼓的报道 报纸杂志电子媒体上 充斥着王海坤的言论 以及专家们的点评 电视台的谈话节目 也大奖 特奖王海坤的发言 专家们完全把他的话 甚至他的人当作一个笑话 说他不懂法律 不懂政治 不懂经济 更不懂房地产 纯属哗众取宠 跳梁小丑 专家们自说自话 但股市该跌的还是跌 港股大跌 地产股全线崩盘 连带着护士绅士都跟着跌 引发了亚太地区股市普跌 更加激起有产者 对于王海坤的愤怒 他的这番言论 还只是停留在口头阶段 就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如果付诸实施 还不把香港给害惨啊 一时间 王海坤从太平身世 变成全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翡翠台突发奇想 请王海坤参加访谈栏目 在电视上讲一讲自己的构想 他还真就欣然参加了 主持人是一个以言辞犀利见长的年轻人 在节目中他一步步给王海坤设下圈套 以便暴露出这个人愚蠢荒诞的一面 但王海坤并不上道 你问你的 我说我的 侃侃而谈 温文尔雅 王海坤坦承自己 并无法律政治方面的学术背景 但是对于经济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开诚不公地说道 香港有大量的空闲土地和海域 同时又有大批居住环境极其恶劣的市民 难道郊野公园的树木植被 海洋里的白海豚比我们的同胞还要重要 我想 这并不需要所谓的法律政治背景 就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能做出判断 可是 王先生想过没有 启动新界的丁屋和宗地有多麻烦 前几任政府都没有做成的事情 您怎么有把握做成呢 我想讲一个故事 在清朝末年 皇宫里有一个将冈 用来腌咸菜的将冈 就放在外国使节觐见皇帝的必经之路上 外国使节多次抗议 因为将冈很臭 大臣们却束手无策 因为将冈的所有权是太监们 这些太监并不是李莲英那种高级别的太监 只是一些普通太监 但是太监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 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一个群体 所以大臣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互相推诿 踢皮球 所以直到清朝灭亡 将冈才不复存在 你不觉得今日的香港 很像这个摆了将冈的皇宫吗 主持人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顿了顿才道 您是说这个将冈代表了利益 可是 这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香港是法治社会 香港是法治社会 也是一个高效的 勤劳的 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 但不能否认香港的发展 走进了死胡同 逐渐成为有钱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香港迟早会变成臭港 只有穷人的住房问题得以解决 有横产者有横心 香港才能继续繁荣 而不是被房价绑架 被既得利益群体裹挟 那么王先生认为 拿出土地来建公屋 就可以解决吗 有没有想过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必须股市地暴跌 王海坤说 你得了癌症 医生要给你手术切掉肿瘤 你却说 这是我身上的肉 少一克都不行 少了我就要投诉你这个佣医 你说医生怎么办 只能给你保守治疗 直到你死掉 主持人又被噎了一下 转换话题道 王先生 最近坊间流传 您要竞选特首 是不是真的 王海坤说 这个传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你提醒了我 主持人瞪大了眼睛 夸张的语气问道 您真的要竞选特首 不行吗 王海坤反问 翡翠台顺势搞了一次民意调查 看公众对于这个笑料一般的败家子竞选特首的看法 令人震惊的是 民调显示 王海坤的支持率竟然相当的高 记者在街头随机调查了各个阶层的人士 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 普遍对此人嗤之以鼻 但是中下层民众 体力劳动者 以及青少年对此人的观感却极好 认为王海坤是性情中人 豪放不激爱自由 如果票选的话 他们愿意将票投给这位候选人 随后一些网站也自媒体也做了调查 结果一致 王海坤在下层民众和青少年中的支持率极高 民间甚至在一夜之间成立了他的应援会 而王海坤的动作也没有停留在口头 他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真的将王氏财团的闲置土地和工业大厦 全都拿了出来 与政府合作建公屋 香港股市再次暴跌 一些地产业大亨亲自出来发话 痛批王海坤是搞乱香港金融和地产业的罪魁祸首 亦有人写信给廉政公署 检举王海坤官商勾结 以公屋谋取利益 ICAC没有轻举妄动 但暗中展开了调查 刘昆仑是玩真的 但他并不是为了公民钓鱼 而是做给老狐狸看的 你挖不是最爱财吗 我就亲手把你积攒了150年的财富败掉 以我认为合理的方式 王氏财团号称千亿资产 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老妖精在全球囤积的土地数量惊人 隐藏在维京群岛 开曼群岛上的离岸公司持有的股权 更是密集而复杂 账目多的需要请会计师才能算得过来 粗略估计万亿都有可能 现在刘昆仑更加相信老妖精是和身的转世了 只有这位善长理财 又精于何官场打交道的人才能积累如此巨量的财富 这么多钱想花掉还挺累的理 老妖精留下的另一项遗产 这时候也派上了用场 王海坤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是可以参加下一任特首竞选的 于是王海坤通过媒体公开宣布 竞选特首 这时候已经再没有将他当成笑话看了 王氏家族一贯低调 但高调起来谁也挡不住 多年埋下的人脉更不是吃素的 更何况王海坤一直心向祖国 跟洪苗正 很容易得到中央的支持 事实上已经有传闻说什么亲定 任何事情都有反正两面 王海坤竞选特首 只会触动少部分有志于此的政客的利益 但他动公屋的念头 就是和整个香港上流社会过不去 有钱人自发地排斥他 贬低他 打压他 媒体上全是他的黑材料 相对于老妖精的暗杀 这些名枪案件更是诸心 但王海坤不在乎 完备 谁怕谁 上万亿真金白银拿出来和你们玩 有议员提出质询 称王海坤有阴谋在公屋利益链条中获利 立法会召开听证会 大批记者到场旁听 王海坤再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 遵守基本法 造福香港人民是他心中两大坚持 除此之外 一切皆空 这次大出风头的却不是王海坤 而是廉政公署 一位ICAC首席调查主任拿出了厚达200页的文件 用来证实王海坤的公屋计划 毫无官商勾结 而且全无利润可言 可谓坦坦荡荡 清清白白 王海坤声誉暴涨 年轻人将他是做偶像 媒体风向也改了 大家都在谈论说 既然特朗普都能当选美国总统 那王海坤为什么不能当选香港特首呢 他们都是地产商出身 年轻时都是花花公子 竞选纲领 一个是让美国重新伟大 一个是振兴香港 又都获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 如此来分析 王海坤这匹政坛黑马 当选的胜算极高 香港地下赌场又开了盘口 王海坤玩得不亦乐乎 远在洛杉矶的王化云 有苦说不出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他是已经死过的人 追到会上领导人都送了花圈的 贸然复活不大合适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昆仑 糟蹋自己的财产 老妖精约了圣殿骑士团的人合作 为了安全起见 并没有亲自见面 而是在虚拟场景中交谈 对方来的是骑士 团的第四号人物 费尔南德斯亚历山大 依然保留着伯爵称号的老牌欧洲贵族 曾经和老妖精打过几次交道 在虚拟背景中 王化云使用的也是虚拟的形象 依然以王海坤的面目是人 他告诉亚历山大伯爵 自己才是王海坤 在香港那个哗众取宠的小丑是假的 是冒名顶替 自己愿意以最大的秘密为代价 交换骑士团的帮助 所谓最大的秘密 就是东方派的转世秘密 东方派的唯一传承 就是王海坤 西方派中最老牌的是圣殿骑士团 这两家百余年来一直在明争暗斗 目的就是获取对方的至高秘密 来丰富完善自身的体系 如今胜负终于见了分晓 强大的帝国不是亡于外患 而是来自堡垒内部的分崩离析 对于老妖精的嗜好 亚历山大伯爵表示接受 合作与否 还要骑士团召开圆桌会议 才能定夺 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王化云说 亚历山大伯爵退出虚拟场景 打开另一个场景 宿木的中世纪宫殿中 宽大的项目圆桌旁边 坐着12个男女 他们是骑士团的管理层 所有决议都要进行投票表决 刚才的会面 这些人全都在线看了 现在进行发言表决 现任大团长坎普劳说 如果这是战争 我们会站在弱者一边 但是这是生意 我们要站在强者一边 老妖精就这样被出卖了 他的IP地址 在会面中被抓取 当作筹码来和王海坤交换秘密 深夜的北京 城市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喧嚣着 大兴机场和首都机场 夜航班带来的旅客排成长龙 等待着出租车 无数辆白天禁止入城的重型卡车 开进市区 运来生活物资 拉出生活垃圾 警察在巡逻 写字楼里的白领在加班 而昆仑则坐在床上 进入冥想状态 他依然可以灵魂出窍 在尝试着进入四维空间 但一次次的努力都失败了 白天香港方面有信息同步过来 王海坤进行了全面体检 发现他的头顶颅骨位置 有一个点状缝隙 这是宗教中所说的骤眼 也是灵魂出窍的出口 灵魂在三维空间的移动能力有限 像是身躯有一种磁力拽着灵魂 不让其走远 生命的奥秘无穷 以昆仑有限的智慧和精力 无法破解 但是游离于大脑之外的灵魂所进行的思考 不受肉体的限制 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台运算力超强的计算机 可以自己挠不出完美的画面 堪比最顶级的CG 而且真实无比 这就像是人的梦境一般 多么光怪陆离的梦都是逻辑自洽的 人沉浸在其中不可自拔 直到醒来 昆仑忽然突发奇想 如果能将灵魂和电脑结合起来 将脑电波变成电信号 把梦境中的世界记录到电脑中 那岂不是一个人靠幻想 就能拍摄出世界上最宏大的电影 这边在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着 那边的王海坤 却在半山豪宅的天台上那梁 他坐着轮椅 抽着雪茄 电脑上翻看着网页 都是些对自己的污蔑之词 他淡淡一笑 可以想象那些人气急败坏的样子 一个人先动一座城 直了 暗处有人影闪现 豪宅内有保镖 有警方派来的特工 但王海坤还是手掌一番 扣住一枚加工过的流线型钢钉 他的本事没丢 依然可以摆布穿扬 谁 是我 黑暗中走来的是李盛南 助理处长变装打扮 T恤牛仔 身形宛如少女 领导亲自来执行保护任务吗 王海坤笑道 来请你喝酒 李盛南将一提啤酒放在桌上 不介意 我不请自来吧 请都请不来呢 王海坤拿起啤酒 你的公屋计划 让我想起很多年前 在避风港一号提台上 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 我想再讲一遍 我也想再听一遍 迪士尼星期开业祭时后 我上中午 同学约一起去玩 但系老豆温币前 我曾旦 宜得离家出走 不过当我走上社会先理解旦 我的屋起五个人 住一百周寄屋 你可可以想象啊 塔格里就系范茧 晒屋起人 同时着屋起 屋起连个凝转身空间都有 屋起的个窗 好小 地屋到阳光 灼得 但地方人都会变得压抑 只字不差的故事 知道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吗 并不是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 而是因为 这是我当警察之后 办的第一个case 一个女仔 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为了想住大房子 行差踏错 犯了盗窃罪入狱 是我抓的他 后来他出狱后我一直有了解他 他想自信 想奋斗 可是这个城市 真的是穷人的地狱 哪怕每天工作24小时 都赚不够钱 来改善 最后他自杀了 因为产后抑郁 更因为贫穷 因为绝望 我问自己 穷人生在香港 就只能一辈子做底层吗 没有答案 直到你出现 李盛南举起啤酒尊 也许你是改变现状的人 敬你 王海坤有些哑然 他没料到自己的胡作非为 不但引起底层拥护 也唤醒了李盛南这样的 还存在一分赤子之心的精英阶层的内心 画到嘴边右眼下 因为不想打破李盛南的美好期待香港 靠我们大家 他也举起了啤酒尊 你不是以前的王海坤了 你更像是二十年前的刘昆仑 李盛南喝了一口啤酒 起身告辞 不早了 你早点睡 再晚会呗 王海坤晚留到 李盛南回头奄然一笑 夜色下竟然像二十年前走进酒吧的那个出出茅庐的卧底女警 一刹那往事如风 走了 啤酒留给你了 对了 香港最近不太平 G4都保护不了你 你还是躲躲先 李盛南摆摆手 再不回头 王海坤从善如流 次日就乘坐金港高铁去了北京 他是肉体繁胎 好不容易换回来的躯体 必须要仔细着用 北京王府 依然雕梁画洞 金碧辉煌 现在看来 颇有些公王府的影子在里面 如果按照大清朝的制度来看 甚至有些僭越 满堂都是金丝难目的家具 以前王化云最喜欢待着冬暖阁里 那真是金玉满堂 随便拿出一块玉配来 都是橙色极好的杨枝白玉 墙上挂着的 青花瓷缸里放着的 柜子里储存的字画 每一幅都是价值连成的真品 而且绝对包真 王化云继承了王俭 在文物字画鉴赏上的能力 是鉴别中国文丸的首席专家 王海坤坐在一张 明代圈以上 把玩着鸡缸杯 欣赏着虚拟屏幕上 北京各处星星点点的物业位置 这些是王室财团在北京的物业 大部分都在三环里 以高档住宅为主 总建筑面积三万五千平方米 总价值五十亿人民币上下 目前大多处在出租和空关状态 早年王化云在北京的布局并没有太下功夫 这点房产远不如在香港的多 就算全部洒出去也砸不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 所以就暂时不折腾了 老妖精留下的另一项财产颇具吸引力 那就是知识产权 早年他出巨资成立了一个生命科学研究所 还挂在中科院旗下 研究所里的专家都是本行业的顶尖人才 老王给他们分了房子 发了汽车 买了保险 配偶包工作 子女包上名校 顶级的待遇带来的是顶级的收益 三十多年下来 积累了大量科学成果 但是当王海坤翻阅这些技术专利的时候 却引起深思 生命研究所 顾名思义 研究方向都是和人类自身有关 包括不限于克隆技术 基因编辑 一体移植 比如基因编辑 可以修改人类基因 去掉致病基因 可以让人类的容貌更美丽 体质率更低 怎么吃都不胖 个子想长多高就多高 腿的比例要多长就多长 但这些技术的副作用是未知的 目前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无法大规模商业化 忽然屏幕上出现一个亮闪闪的东西 是一对翅膀 绚烂无比 不知道什么材质做成 看大小正适合人类 点开注视 这对翅膀是某个年轻的科研人员 无聊至极开的项目 翅膀采用轻质合金和空气凝胶打造 非常轻 本意是用于人类仿生飞行 翅膀是成功的 但无法构建完整的体系 因为人体无法提供长时间煽动翅膀的能量 而电池技术也没有发展到对应的程度 所以 这玩意研发成功后 便树枝高阁 这对翅膀 让王海坤想到了 雪野湖水下洞穴中的壁画 自古以来像鸟类一样飞行 就是人类的梦想 但是这不符合生物学 以人类的体重 必须面积极大的翅膀 才能保证飞行 但这么大的翅膀 势必影响生活 所以这个技术是鸡类 但鸡类的技术 用在某个人身上 却正合适 昆仑的骨头中空 体重极轻 加装翅膀的成功率极高 这事不必商量 因为两人是同气连之的 世界万物都是平衡的 昆仑的超越凡人的躯体 已经进入倒计时 不必担心副作用 王海坤和昆仑 迅速赶到京郊的生命科学研究所 这地方 他作为刘昆仑的时候来过 那时候是来参观 现在是以主人的身份视察 科学家带着两位老板 来到戒备森严的仓库 开启仓库需要最高等级的授权 也就是王海坤本人的生物密码所 仓库的安全等级比银行金库还要高 厚达一米的钢门 能防原子弹冲击波 进入之后是三面金属墙壁 看不到柜门 按下按钮 输入相应的代码 一个圆柱形金属物体从地下冒出 敞开 露出里面储存的翅膀 在灯光下 翅膀闪着金属的光彩 流光溢彩 精细的令人爱不释手 科学家讲解了这对翅膀的高明之处 这是用全球最超前的材料技术打造的翅膀 坚韧 精巧 巧夺天工 堪称艺术品 还能折叠收缩 不露痕迹 是不是可以移植到人体上 王海坤问 用什么动力驱动 坤伦问 研发着玩意的科学家 尴尬得干咳一声 还没进展到那一步 那怎么用 就是套在胳膊上 这个科学家是中科大少年般出身 至今不过二十来岁 还处在喜欢幻想的阶段 要想这对翅膀 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打造的玩具 那你套上这东西 从楼上给我跳下去 王海坤面无表情道 科学家无地自容 我看了财务报表 这个没用的玩意 花了我三个亿 你就给我造一个套在胳膊上的亮闪闪的翅膀 这是cosplay道具吗 你见过这么贵的道具 你想扮演挥着翅膀的女孩吗 科学家脸红的发紫 低着头那那道 这是技术储备 以后能用得上 还以后 就现在 王海坤戏弄够了 让昆仑拿出翅膀套上 乘电梯上楼 昆仑套上 这副全球前沿科技打造的翅膀 果然轻弱无物 折叠在胳膊侧后方 完全可以隐藏在衬衣袖子里 弹开的姿势也非常利落干脆 唯一的缺点是会胀破衬衣 我要飞了 昆仑弹开翅膀 展翅跳下 第一次没经验 就像不会游泳的人那样 拼命挣扎 只能加速下沉 人类又不是鸟类 胳膊上装了翅膀 也很难协调人体在空中的位置 更难掌控方向 他只能勉强安全着陆 但是感觉很对 又试着飞了几次 已经可以飞200米远了 弹上不能爬升 也无法进行空中翻腾等高难度动作 这已经足够 昆仑是天才 稍加练习 就能成为真正的飞人 给你的 王海坤将一枚钥匙抛给科学家 年轻的科学家 不认识这是什么钥匙 既不是房门钥匙 也不是汽车钥匙 塞斯纳的钥匙 你不是喜欢飞吗 考个飞行驾照去吧 王海坤说 谢谢老板 科学家狂喜道 生命研究所的仓库 就像是东海龙王的宝库 而刘昆仑 就像是来借兵器铠甲的孙猴子 欢天喜地 全身披挂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 可能会非常残酷 战斗没等来 等来的是第三方调停者 纪语范是当下东西方观众 都能接受的国际大明星 实力派偶像 有人赞誉 他是继迈克尔杰克逊之后的 新一代天皇巨星 他是华商 又在美国长大 兼容东西方的长处 形势低调谦逊 和官方的关系良好 被人称之为中美民间和平大使 这位持有联合国杰出青年护照的年轻人 就是圣殿骑士团的调停使者 时至今日 大家都不用藏着掖着了 对于东方派来说 这是一场家族内乱 对于西方派来说 这只是一个生意 生意的本质是互通有无 彼此都有对方需要的东西 这生意就能做成 会见在王府里进行 宾主落座 先寒暄一通 继语范说 您这府底真让我开了眼界 到处都是蝙蝠的雕刻和装饰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 这应该取的是中文符的谐音 小伙子懂得挺多吗 王海坤笑道 想到公王府里 也到处都是蝙蝠造型 据说全府上下有9999个 这都是当年和珅留下的痕迹 您这一字 想必也有500年历史了吧 看造型简洁 像是明代的 继语范妈撒着椅子扶手说 金丝难目 稀缺啊 喜欢吗 送你了 回头把地址给我 快递过去 王海坤慷慨得如同一个好客的沙特王爷 客人稍微表露出 对自己某一个东西的赞许 就把这个东西当作礼物送过去 其实我更喜欢您这个宅子 继语范戏谑道 看王海坤怎么接招 昆仑今天是陪客 担任烘托气氛 插科打混的责任 他笑着接口 只可惜您没有北京户籍 就算想送您也不行啊 限购 他办不出不动产证啊 宾主大笑 气氛活跃起来 进入正题 继语范拿出平板电脑展示一段视频 王海坤做惊讶状 您这位朋友 怕不是被火车撞了吧 这么严重 继语范道 不是火车 是被人用点四四口径的手枪抱了头 然后捆上绳子丢进了海里 可是他依然活了下来 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昆仑说 我猜动手的人 一定很恨他 继语范说 再大的恨意也该化解了 杀了两回了 不是吗 继语范说 重点不在这里 难道你们不感兴趣 为什么这个人生命力如此顽强呢 昆仑说 他是属小强的 王海坤说 超级小强 继语范从小移民美国 和刘昆仑的语境不同 一时不能理解小强是什么意思 但能听出这两人一唱一和 宛如说相声 从默契程度和亲切度上来看 王化云所说为实 确实换了人 好吧 既然你们对他不感兴趣 我就换一个人 继语范点开另一个视频 是王海坤的虚拟图像 面对亚历山大侃侃而谈 但这个人肯定不是他 而是逃逸掉的老妖精 从王海坤的神色中 继语范看出他终于重视起来了 你们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王海坤说 他不是你 是被你驱逐的那个人 现在这个人 已经被我们严密地保护起来了 继语范话说了一半 把皮球踢了过来 想让我拿什么交换 这宅子够吗 不够就算了 我也不想赶尽杀绝 你们要觉得他有用 就养着吧 王海坤摆出一副 不依不饶不稀罕的架势 但继语范明白 越是这样 越代表可以谈 如果彬彬有理 刻刻气气 那才值得警惕 这些并不是我们能提供的全部 继语范说 我想您对我们的实力有些误解 不管是圣殿骑士团 还是修罗会 还是科学会 亦或是你们了解到的任何组织 它们都是一体的 能量超出你的想象和理解 举个例子 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所谓能量 王海坤淡淡一笑 轻蔑之意 异于言表 但继语范并不见怪 很多人起初都是这副表情 但当他们知道真相后 一个比一个虔诚 举个例子 你能安全通过ICAC的调查 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吗 继语范说 ICAC有1300人 这些连政精英是香港稳定的基石 也是法治和连结的保障 是香港的骄傲 这是你们在港片里经常看到的 调查主任都是俊男靓女 穿着西装挂着名牌 气宇轩昂地走进大厦抓人 但是你们ICAC的另一面吗 这是一个连特首都控制不了的独立单位 真正掌控这个机构的 是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地方 以王海坤过去的历史 能查到什么黑账 我想您比我还清楚 ICAC擅长以多年前一丁点的罪状 否定一个人的现在 你和全港全贵为敌 却得到联署的保护 你真以为你主角光环护体啊 大哥 是你们在背后 做了手脚王海坤的神色凝重起来 ICAC查自己居然没查出问题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众所皆知 廉政公署的中高层里 有大批回归前香港政治部的人员 掺沙子严重 对于一般性的贪腐 他们会秉公执法 但是牵扯到政治 就会有选择性的执法 联署对政坛黑马放水不合常理 也许纪与范说的是真的 圣殿骑士团和他们背后的势力 真的有这么大 对 我们在保护你 基于范提到 我们这个字眼的时候无比自豪 宛如48年的地下党 在对刚刚逃出国统区的爱国知识分子 展示真实身份 他接着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所谓我们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 这个族群掌握了全球一半的财富 60%的国家政权 可以操控联合国 可以发起战争 可以制定国际规则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灭掉一个国家 纪与范说的激情澎湃 昆仑冷冷来了一句 还可以调动最新型的美军隐形轰炸机 滔滔不绝 立刻下燃而止 雪野湖遭到莫名空袭 一直是个谜 现在随着纪与范的不打字招而解开 为了毁掉古象雄文明遗产 他们不惜出动战机 冒着引发两国冲突的风险进行轰炸 不仅说明他们嚣张自负 更说明他们无比惧怕水下洞穴中的东西 季与范无言以对 沉默了一下 说作为朋友 我非常抱歉 作为对手 我只是刻尽职守 王海坤问他 你说了这么多 还不是以示压人 能给我一个崇高点的理由吗 当然 为了世界的和平 为了人类的未来 季与范说 这些话的时候 简直脸上泛起光辉 可见 他是真的相信这件事 从人类诞生开始 战争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历史书掀开来 一半以上都是战争 人类史就是战争史 甚至推进人类发展的新技术 也是从战争武器发展而来的 比如核武器 互联网 在可预见的将来 战争还会不断进行 三千年来 死于战争的人类高达百亿 损毁于战争的财富不可计数 假如有一个跨越国家 民族的团体来带领这个世界 那么战争就有避免的可能 我们就是这个团体 加入我们吧 为了世界和平 我都被你感动了 那我能得到什么 王海坤又问 你会如愿当上特首 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老妖精当初没答应 王海坤根本不信他的鬼话连篇 如果这个族群真有这么大的实力 早就把老妖精连人带财富都吞掉了 岂会坐下来谈判 这么多年以来 老妖精既没投降 也没被灭 就说明纪与范在说大话 因为我们是和平的 纪与范给出一个连他自己都不信的答案 你认识王海聪吗 昆仑忽然发问 我就是王海聪 纪与范说 那是我前世的名字 如果不是他们 我将不复存在 我知道 你们想问什么 前世的记忆不在了 我现在是纪与范 是一个独立的人 不再是某个人的备品仓库 不再是某个人的替身一体 这也是我们的人道之处 遵从转世轮回的规律 我们不使用克隆人 因为即便是克隆人也有独立的人格 也有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番话说的当气回肠 让人无法反驳 他只是一个马前卒 刘昆仑也犯不上辩论 好言抚慰 打发了事 关起门来再商量对策 刚送走纪与范 另一位贵客又登门 这也是纪与范第一次拜访王府 少不得又陪着参观一遍 纪与范大笑道 老王 你这个府邸可僭越了 比海里搞得还豪华 不愧是和珅啊 哈哈 昆仑道 姬总知道了些什么 姬与范说 见外了不是 丁家俊都告诉我了 老妖精很有可能是和珅转世 我见了你这府邸更能确定了 这审美 泽泽 符合合中堂的品位 话说咱们是自己人 你们怎么有事都瞒着我了 你俩到底谁是谁啊 别告诉我一个人空两个 任何事情都瞒不住几语钱 其实丁家俊并没有事事向他汇报 昆仑游览公王府 被人脸识别系统发现 并上传到蔚来科技的服务器 基于钱调阅现场的监控 不禁生疑 昆仑不会突发奇想 参观公王府 更不会特地请一个 青史研究所的专家陪同 这里面究竟究竟有什么悬疑呢 蔚来手机的普及率很高 几乎人人都用 每个人使用手机的时候 无论是语音输入 还是键盘输入 不论使用任何一款社交软件 内容自动上传到服务器 并永久保存 个人隐私 不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 但只有相关部门 拿着检察院 开具的授权书 才能调取 基于钱在系统内留有后门 这个大秘密 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调取了杨教授 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 发现这个故事 与和珅有关和珅的故事 家喻户晓 都知道这个年轻的宠臣 获得皇帝信任 是因为眉心的诛杀制 她是父皇的妃子转世 更有 民间故事说 和珅转世成了慈禧太后 一手搞垮了大清江山 而和珅在世时 是除了皇帝之外 最有机会接触 来自藏地的经书秘卷 和西方神秘文化的人 回到客厅 宾主落座 基于钱继续畅所欲言 自说自话 你的梦想是什么 基于钱忽然问起一个 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这是一个设问句 不等别人作答 他就说开了 乔布斯的梦想 是发明一项能改变世界的东西 他做到了 而我的梦想 和他有些接近 我从小就想改变人类 我们人类贪婪残忍 挥霍着地球母亲 赐予我们的一切 却污染他 蹂躏他 烂砍烂乏 垃圾遍地 过度开采 传播病毒 还时不时爆发战争 互相杀戮 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我想改变它 让它变得完美 顿了顿 他又说 改变人类 需要我们携手努力 你愿意和我一起 实现梦想吗 改变人类 是个宏大命题 建于刘昆仑的文化知识有限 基于钱不厌其烦地 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百年前的世界是什么模样 英国依然是日不落帝国 殖民地遍布全球 德国作为战败国 正处在社会动荡之中 奉行着单边主义 日本野心勃勃 妄图占领邻国 中国刚完成北伐 依然四分五裂 百废待兴 那时候的列强 以钢铁和煤炭的产量论英雄 打仗打的是战舰的吨位 和主炮口径 是有多少个师的兵力 炮弹的储备 铁路的公里数 士兵的素质 飞机的质量 在那个年代 发动战争依然是性价比很高的事情 可以转移国内矛盾 可以倾销商品 可以掠夺资源 那么一百年过去了 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机与钱打开随身的虚拟屏幕 展现出一百年前的纪录片 一战 二战 民间生活 黑白胶卷影片的质感 模拟出那种时代的沧桑感 一百年 不过人类历史沧海一速 但却发生了超越之前五千年的改变 现在的战争 不再以争夺土地人口矿产资源为目标 占领一个国家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 不成正比 战争的形式 也不再比拼钢铁煤炭石油的产量 和适临冰原人口的数量 打仗靠无人机 占领靠机器人 当然 这并不是说战争无力可图 就不会发生 只是不再大规模死人罢了 今天 地球上的人口有80亿 新增加的人口 几乎全在非发达国家 他们信仰一神教 按照一千年前的教义指导生活 相反 发达国家的人口呈下降趋势 医学发达 基因密码的破译 使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 留意近年来的复告就知道 去世的名人 基本上寿命都在100岁以上 但发达地区的人类 却越来越不爱生孩子 一方面是退休人口的增长 养老金缺口增大 压力转嫁到年轻人身上 于是年轻人更没有经济基础 来养育后来 有人说了 我们引进人口不行吗 就像10年前欧洲那样 从北非中东引进大量难民 补充劳动力 我且不说难民素质怎么样 即便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勤劳肯干 可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工作岗位留给他们 20年前 我们去饭店吃饭 还有服务员点单 上菜 现在呢 从迎宾到传菜园 全是机器人 快餐店里甚至连厨师都是机器人 工厂里就更可怕了 百分之百自动化管理 整个工厂见不到一个活人的影子 我们网购 无人机和机器人送货上门 我们交通违章 电子演记录拍照 我们乘坐火车飞机 从购票到安检 已经不需要人工 我们出行 打的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经过收费站的时候 自动计费 一个活生生的工人 需要吃喝拉撒 有时候磨洋工 需要交纳五险一金 他要社交 要娱乐 要恋爱 要繁殖 要房子车子 有时候会生病请假 那么机器人则不需要这些 机器人7天24小时工作 虽然购置费高了些 但后期成本低 而且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试问这些难民 哪一点比的上机器人 机总到底想说什么呢 昆仑忍不住问道 我想说 我们的世界已经变了 人工智能的出现 使大批人失业下岗 却又不能立刻去死 相反 由于基因 技术的发展 很多疾病可以克服 这些人没法好好活着 也没法赶紧去死 但科技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 所以我们的未来很麻烦啊 所以呢 惊悚的科幻 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现实 让科技停止发展 是不切实际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谁也无法躺避当车 人类向何处去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你们一定很好奇 新人类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以描绘一下 新人类的外形 就像你一样 奇长而俊美 匀称而健康 体能发达 不知疲倦 大脑运算精确 反应能力超强 永远不会生病 即便遭遇空难车祸 也不会死亡 即便身体灭尸 随时可以打印 一个新的出来 科技发展迅猛 将来我们不需要 再靠克隆人来 维持永生 事实上 我的公司 一直在从事人工智能 和基因编辑的研发 但我们有一个瓶颈 如何将意识 也就是灵魂导出和植入 这严重阻碍了我们的进程 幸运的是 我遇到了你们 基与钱说完这些 并未当场让刘昆仑做决定 而是留下一本书 潇洒离去 这本书叫《科学的革命》 是一本很罕见的纸质印刷品 这年头 书籍已经成为奢侈品 阅读物都是在电子屏幕上呈现 基与钱不但是科学家 还是一位预言家 他在书里呈现的东西 比刚才讲的故事 更加的系统 更加的有理有据 看了让人不寒而栗 基与钱的著作里 阐述了生物学革命 和信息革命 带来的危机和转机 人类种族民族的差别 将会被生物差别取代 不再区分黑人白人黄种人 而是分成新人类和人类两大类 新人类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而人类则慢慢蜕变成一无是处的废物 他们找不到工作岗位 最简单的体力劳动都不再需要人类 甚至连从事人类最古老的行业都不够格 因为仿生美女的腿更长胸更大 还比真人温柔体贴 没有任何人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更何况是曾经主导世界的人类 那么人类的归宿是何处 机与钱给出答案 信息革命后的世界 海量信息高速流转 万物互联 人类停留在线上的时间更久 这些废物 人类每天吃饱喝足 就躺在沙发上 接入网络 在虚拟的世界里 充当活生生的RPG角色 才是他们唯一的功能 机与钱在书中提醒 人类的发展进程到了最为关键的时代 如滚滚长江东是水 势不可挡 而时代在抛弃你的时候 并不会和你打招呼 刘昆仑比普通人更能理解这本书的含义 机与钱并未夸大其词 生物技术革命 就是老妖精赤具资研发的基因编辑技术 未来人类将击败疾病和死亡 只要意识永存 躯体是可以更换的 目前此项技术已经基本成熟 但生物技术必须和信息革命同步 才能实现这一梦想 当人类掌握灵魂移动的技术后 机与钱所说的新时代就真正来临了 而昆仑这个人 就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超前的结晶 是机与钱所预言的新人类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修罗会和未来科技都如此看重自己 因为自己身上寄托了人类的命运 可以说掌握了自己 就掌握了人类的未来 但修罗会和机与钱也有不同 机与范所说的族群的目的是想控制人类 继续他们的统治 机与钱的目的是改变人类 开创新纪元机与范和机与钱 都想从刘昆仑这里得到灵魂转移的秘密 他们认为刘昆仑的技术比老妖精更胜一筹 但事实上刘昆仑对生死流转技术也是懵懂的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他没有秘密可以拿来交换 能交换的只有昆仑的身躯 何去何从刘昆仑陷入迷茫 附在小白羊上的18年不算 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共才活了不到30年 他没上过大学 甚至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他只知道兄弟义气 快意恩仇 只知道做人要厚道 滴水之恩涌全报 只知道要善良 做人留一线 他能应付自己的事 亲人的事 公私的事 但是当全人类的进程摆在面前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 寄与范代表的族群 冠冕堂皇地将人类和平 世界大同挂在嘴边 其实只是想继续维持 他们的优越地位而已 他们也意识到世界在改变 随着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他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所以必须将技术控制在手中 从幕后走到台前 遮遮掩掩长生不死的族群 成为神一般的人 继续统治世界 相比之下 姬与范倒是坦荡 刘昆仑觉得他的观点有道理 可是觉得不那么让人舒坦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又说不出 王海坤和昆仑 坐在客厅的金丝南木太师椅上 一言不发 低头沉思 一直到日落 掌灯时分 家里的工作人员在外面浸入寒蝉 不敢打扰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刘昆仑终于做出决断 但他还需要验证自己的想法 当时大如中 硕果仅存的也就是邵文渊了 他又是刘昆仑的恩师 请他解疑答或是最合适的 北京的国际航线 大多交给大兴机场 首都机场承担国内运输和私人飞机业务 深夜的后机楼 昆仑登上了弯流专机 目的地近江 老人家最喜欢早睡早起 清晨六点 邵教授就出来溜弯了 在小区花园里偶遇昆仑 邵文渊已经是年近90岁的老人 但头脑依然清晰 他看到昆仑身上的露水 就知道其在这里等候了许久 便 问他大老远跑来找我这个老头子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还请您老姐一打货 昆仑奉上给予钱的科学的革命 邵文渊接过来翻了几页说 这本书我读过 内容不算新颖 七八年前有个以色列学者就写过类似的预言 昆仑便将最近发生的事情简单叙述了一下 请求少老的理论支持 邵文渊说 我问你 这世间最公平的东西是什么 昆仑心中闪起火花 这和自己想的不谋而合 他回答 最公平的是时间和生命 邵文渊赞许地点点头 对 只有时间和生命是最公平的 时间不会给谁多一秒少一秒 世间之人 不管是帝王圣人 还是贩夫走卒 终究都有一死 世界永恒的规律有两个 一是平衡 二是变化 打破一种平衡 必然有另一种平衡取代 不可一蹴而就 也不可逆势而为 昆仑说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邵文渊说 知道就去做吧 我再送你一句话 每一个英雄降临到人间 都是肩负使命的 造物主是不会亏待他派向人间的使节的 昆仑是当天晚些时候 真正领会邵教授这句话的 他到昆仑面馆 是看三个孩子 发现店里营业的是两个陌生面孔 打听了一下 得知人孩子在家里 开了个暑期辅导班 专门辅导高二升高三的学生 这人孩子不得了 辅导班开得红红火火 春酒这下可放心了 隔壁池大姐这样说 昆仑慕名前往 辅导班就在以前春酒住的小区里 是一处新租的三室一厅的大房子 敲开门 里面有十几个少男少女 骑刷刷扭过头来 年轻人都认识昆仑 这可是当下最红的大明星 他们顿时刻也不上了 扑上来要合影和签名 好不容易安抚好这些孩子 昆仑问穆兹塔格 开辅导班是谁的主意 是王羲之发起的 穆兹说 他分析了我们的优劣势 虽然面馆一样能赚钱 但是重复性的体力劳动 费效比太低 并不适合我们 高考刚结束的学生 处于人生中基础知识最丰富 考试经验最强的阶段 而我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个优势如果能利用起来就太好了 所以我们开了这个 应该叫俱乐部更合适 因为我们没有办学资质 只能以这种形式 大家一起做作业吗 我们把面馆交给其他人经营 只抽营业收入的15% 然后租了这个房子 在网上打了广告 效果很好 报名的人特多 我们选择性的招收学员 都是能够快速提高成绩的那种 他们学成之后 就是最好的广告 塔格也说道 实践证明 学生教学生 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我们都是同龄人 沟通起来特别简单 我理科好 木兹文科好 王羲之外语好 我们人简直是黄金组合 昆仑见孩子们小脸上洋溢着光彩 这是成功者专属的光彩 欣慰不已 刚要问你们的收成怎么样 忽然客厅里有人喊塔格 说有一道数学题不会做 塔格出去指导做题 昆仑也跟了出去 他没什么文化基础 听也听不懂 大家都在忙 没人招呼他 索性拿起一本数学书开始看 看着看着 居然入迷了 从来没觉得数学会这么有趣 他看的是一本初中代数 以一秒钟一夜的速度翻完 接着看下一侧 辅导班里最不缺的就是教材教辅 他看得酣畅淋漓 一直看到高三下学期结束 急不可耐地 想找一本更高难度的大学高数 看看这时候 塔格和一个男生争执起来 关于一道数学题的解法 这道题是葛军出的 难度属于地狱级 就连塔格结起来都费力 昆仑忽然觉得脑海中灵光一闪 走上前去 抢过粉笔 刷刷刷写下解题步骤 写出答案 将粉笔一扔 孩子们都惊呆了 不过瘾 再来 昆仑喊道 孩子们兴奋起来 见过见的 没见过这么见的 做数学题上瘾 那就满足他 这里别的东西不多 数学题管够 不光有葛军的 还有黄钢的 恒水的 应有尽有 翻着花样的 增加难度 一道道高难度的题目丢过来 每一道都是高考试卷 压轴级别的 但昆仑截起来 如同烧得通红的 钢刀切黄油一般 迎刃而解 出题的速度 都快跟不上 他解题目的速度了 最难的题目做完了 昆仑意犹未尽 有一种手痒的感觉 不 是脑子痒痒 运算能力超强的大脑 需要烧脑级别的题目 才能过瘾 塔格递上来 一道物理题 说要不用这个代题一下 昆仑却抓了瞎 他不会物理题 连送分题都不会 同学们又纳闷了 这位昆仑老师 未免太偏刻了吧 稍等 昆仑找到一本物理教材 三下五除二翻完 然后做出了这道题 你现学现做 塔格问他 不然呢 昆仑反问 塔格翻了个白眼 根本不信 昆仑却突然明白 邵教授最后一句话的含义 造物主不会亏待自己 派往人间的使者 只具备超人的体魄 还不足以对抗邪恶 拯救世界 一个超强的大脑是必须的 自己必须快速将超级大脑 和超人躯体结合起来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昆仑陷入沉思 昆仑老师 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刘璐老师来了 他一直关心着这三个孩子 虽然孩子们已经毕业 但师生感情长存 以后永远是朋友 孩子们开辅导班 每一个大人也不合适 所以 他经常过来看看 刘老师 帮我个忙 走 昆仑拉着刘璐下楼 上车 让他带自己 去找大学教材看 我要看所有基础学科的教材 理科的 刘璐开着车 帮昆仑想着主意 最简单的办法 是去图书馆 什么书都有 主要还是看你想干什么 难道想参加明年的高考 不 我想学会人类 所有的基础科学 昆仑严肃地说 时间很紧迫 如果学得够快 或许能拯救人类 刘璐轻笑 大明星神神叨叨地好可爱 这位大明星爆红以来 没有任何绯闻 没有女朋友 有传闻说 他和季与范是一对CP 但是看起来也不像 莫非 年轻的女教师 心里小鹿乱撞起来 昆仑能猜到刘璐在想什么 她就是基于前所说的 可以被取代的普通人 以后老师这个职业会被淘汰 学生上课 只需要打开虚拟屏幕 就能接受全国最好的名师教育 或者干脆在后脑搞个C口 用U盘接入知识 当然这个知识是要付费的 那时候 刘璐这样的人就会下岗 沦为废人阶级 想什么呢 刘璐瞥了他一眼 再想人类的未来 昆仑说 到了图书馆 又有惊喜发现 现在流行电子阅览 打开屏幕 输入书名 内容就自动跳出来 不同去浩如烟海的书架上 一本本寻找 刘璐有借书证 他帮昆仑找了一大堆教材电子书 然后又去帮他买了一包A4纸 和一打水性笔 昆仑从最低级的教材开始学习 一本一本过 只看一遍 主攻数理化 学完一遍就做题 水性笔在A4纸上比走龙蛇 看都不带看的 做完就晋级 做微积分如同喝凉水 刘璐是文科生 本身就对数学发出 看到昆仑如此神勇 先是惊讶 后来就变成了恐惧 你 你该不是外星人吧 刘璐小声问 此时两包A4纸已经用完 昆仑的基础理论已经扎实无比 正在攻读生物学和信息学 已经没有教材能填补 他对知识的渴望 现在看的是论文库 因为要看大量外文论文 所以他还顺便学了英语法语和拉丁文 昆仑扭头看着流露 目光炯炯 人的大脑是最先进的处理系统 脑细胞上所有的突出 及其突出上的蛋白质 可以同时启动 电流在蛋白质之间的运算速度 高达千亿次每秒 科学家做过研究 人脑的运算速度 大约在10 26-10 30次之间 比世界上最快的巨型计算机还要快 但可惜的是人类 极少能完全开发自己的大脑 就算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 也只是开发了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呢 刘璐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好像开发得比较彻底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还在寻找答案 昆仑答道 他心中大致有一个答案 王海坤和昆仑二人本是一体 是刘昆仑意识控制下的两具躯体 拥有两个大脑 如果是正常的两个人 哪怕是双胞胎也不 可能直接的脑电波交流 依然要通过语言文字等外界手段 交流的效率和大脑的处理速度相比 就像是8兆的内存条 配上19酷睿8核CPU 根本不匹配 而二体一人之间的通信 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信息传递是海量和同步的 是在大脑之外完成的 是量子通信级别的 这种情况下 一加一就不再等于二 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 超级双核大脑回路 运算力惊人 我感觉你好像是加强版的拉马努金 刘露说 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天才 不过天才也需要吃饭 不如我们去吃点东西 天色已晚 不知不觉学了这么久 昆仑起身伸了个懒腰 心满意足 夜宵是在一个烧烤摊进行的 尽将市区环保要求高 户外烧烤都放在了城乡结合部 两人坐在小桌子前 点了一堆烤串和啤酒 刘露嘶嘶闻闻吃着烤串 说我真没想到 我的老同事现在是大明星 我还能和他一起宵夜 昆仑笑笑 他现在连感觉都变得非常敏锐 甚至能嗅到空气中的荷尔蒙味道 那是刘露散发出的求偶气息 坐在隔壁桌的一伙赤膊大汉 似乎也感受到了女性荷尔蒙的散发 喝得醉醺醺的红眼睛 肆无忌惮地瞅过来 贪婪地在刘露身上打转 一群人叽叽咕咕说了些什么 爆发出一阵笑声 然后一个老己摇摇晃晃站起来 端着一杯酒走过来说 妹啊 哥和你喝个酒 刘露下意识地往后缩 昆仑站了起来 高大的身躯居高临下 淡漠地看着这个烦人 你瞅啥 老己被这眼神激怒了 乡下土鳖不怎么上网 并不认识大明星 丑你咋地 找肖呀 你换哪儿的呀 叫啥名啊 三天之内杀了你信不信 骨灰都给你养咯 还有你们几个 丑什么丑 都给我老实坐着 还打电话摇人士布 行 我等着你们 昆仑尔丽惊人 这些话都是刚才听这帮喝酒的人 闲谈间说出的 他现学现卖 煞有介事 刘露傻眼了 这不是加强版的拉马努金 这是社会大哥 江湖大佬 那几个人被昆仑的气势吓住 没敢当场动手 但真的打电话叫人过来 摊子老板见识不妙 赶紧打了110报警 不到五分钟 一架清醒警用无人机抵达现场 在半空中盘旋着 红蓝警灯夜色中闪烁 伴随着警笛声 这是最新型的出警装备 对付一般的治安案件 能起到威慑和取证的作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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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